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4500万先生住房网必对赛季首胜 微妙休斯连续过人表现抢眼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indow data video air push video q 0768 vbt img http in news gtimg.com news app rs 0503 7339 518 640 4800 对视频 4500万先生住房网必对赛季首胜 微妙休斯连续过人表现抢眼 支撑约38秒 腾讯体育8月29日续 房马在今下决定卖掉头号球星 C罗引发出他一番热烈讨论 不过阿斯报指出 其实皇马在今下还有其他四个操作更具争议 恐怕会让银河战舰在未来满下隐忧 皇马今下四大操作 连猴蛇也看不下去了 世界杯前挖国家队主帅 虽然齐达内突然宣布离队 让弗洛伦蒂诺处不及防 但从西班牙队强行挖走洛佩克吉 却以巴全国性的激烈讨论 而且消息在世界杯开打前几天被泄露 无疑像是引爆了一颗炸弹 虽然有多名潜在目标都拒绝了弗洛伦蒂诺 包括波切蒂诺 阿莱格里和克洛普 但这也不能成为老佛爷 挖自己国家对墙角的借口 最终 西班牙族协无法忍受 背叛和大战前球队的分心 决定降落 佩克吉炒掉 并请临时聘请耶罗救火 而西班牙国内也因此分成两派 但最终 头号输家却是西班牙国家队 斗牛市在俄罗斯世界杯 当小组出现 就不敌东的主俄罗斯被淘汰 而黄马在6月14日 让洛佩特提亮相 没有花上一分钱的毁约金 但背负的孟宁恐怕 很难在短时间内甩掉 C罗走了 买了未来支柱却想放比对 没正式加盟黄马钱 维尼修斯的名字已经如雷贯尔 加上他在美国热身赛的表现 以及此前西班牙媒体的吹捧 令人普遍相信 这名巴西天采将在新赛季西甲火速爆红 而维尼修斯本人也对新赛季充满了期待 但没想到的是 洛佩特提却将维尼修斯下放到B队训练 并且在上周末让他出战西柄联赛 如果黄马认为维尼修斯还不足以担当大任 为什么不让他再多留在巴西一年 毕竟背负4500万欧元的身价来黄马踢B队 还不如继续留在弗拉门哥 而在维尼修斯里队后 弗拉门哥在联赛和解放者杯接连输球 目前已经滑落到联赛第三 解放者杯首回合对克鲁塞罗输了个0-2 尤纳瓦斯 为何买德赫亚 弗洛伦蒂诺在最近几年 一直想要牵下一个世界级的门神 并最终在这个夏天如愿 此前 老夫也一直紧追曼联的德赫亚 并在被拒绝后转球库尔图瓦 并且利用比例十人 想要和家人团聚实现了计划 但不少黄马球迷 却仍然非常支持 为球队夺得欧冠三连霸的纳瓦斯 并且认为黄马为他花费 3500万欧元非常不值 此外 因为曾经效力过同城斯迪马靖 不少黄马球迷 叶布曼 弗洛伦蒂诺的这笔引人 就跟曾经效力过马靖的阿规罗 始终不如黄马球迷把颖一样 而马靖球迷也不开心 看到库尔图瓦成为球队的敌人 值得一切的是 在加盟黄马后 库尔图瓦还没有为银河战线出过场 也许就是因为巨大的压力 塞维利亚达成协议 想起杰湖乃里亚诺 马里亚诺此前一度非常接近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主席卡斯特罗此前宣称 马里亚诺只想效力塞维利亚 并且愿意支付里昂3500万欧元 但黄马终究还是黄马 毕竟黄马去年将马里亚诺 以800万卖给李昂166后手 现阶段黄马方面拥有着马里亚诺 35%的所有权 触发所有权条款后 银河战舰只要体配塞维利亚报价 中的剩下65% 就可以带走马里亚诺 而这个价格大约2300万欧元 最终 洛佩特级亲自打电话 向马里亚诺承诺了出场机会 收服了这名天才前方 重回伯曼乌 据称传会有望在未来48小时内宣布 这也让赛文利亚方面非常愤怒 罗马里亚